嗨,我是安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装潢中后悔的事 也结合我们家三个房子装潢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一些壁垒tips 今天这集含金量很高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来IG找我玩哦 大家记得我们在三房开箱的时候 我还和大家分享过 像这一类想要极简风 然后电视机和柜体 保持一个平面的尺寸要怎么规划 结果我自己这一次在尺寸上踩大雷 当时呢我们这个柜子装完的时候 它的深度就是差不多现在这样 也就三公分吧 我那时候看到了就想说什么 我们还想说是不是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办法 结果电视机挂上去 一整个凸在外面 当时木工就来了 他就把这个电视墙后面呢 砸了一个大洞 一直往里面挖 然后挖到最后 这个电视机是挂在原始的墙体上面的 但是呢即便是这样 我们用原厂的支架 把它挂上去之后呢 还是凸一块 最后呢不得已就只能在网上买那种 超薄的电视支架 把它挂上面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它的钩子真的很轻 对了而且我们的电视呢又是86寸的 很怕呢还是地震就把它震下来 地震震下来那也太可怕了 再就是整一个电视柜呢 我们原本是想要这种极简风的设计 但是呢这种裁切 就是不齐平不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在我看来呢就多出了很多多余的线条 一整个就是不能细看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每次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画面都是一笔带过 因为这些线条明明就是可以引掉 就偏偏就没有 所以这个电视柜 其实你硬要我收 我还是满不满意想要调整的一个地方 说到这个柜子啊 我们家所有只要是木工作的柜子啊 我都不是很喜欢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跟我想的不一样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 当时这些柜子装完的时候呢 程老师还跟我讲说 这个柜子就是这样吗 我看了一看这个面材跟线条 我还跟他讲说 没有啦这只是底 没想到后来真的住进来就是 真的这样 所以美感的事情啊 不要你以为 不要我以为 一定要摊开来一个一个瞧清楚 比如说像这些柜体 其实设计图上是有的 但因为它不是主要区域 当时在看的时候呢 就没有仔细看 因为大家买到新房子 开始装潢都很兴奋嘛 都会看到设计图就觉得 哇一整面了 我们家好漂亮 常常会忽略柜子上的一些小细节 所以呢 最后装完之后发现一看 怎么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错 对这是我们自己的错 其实今天分享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跟设计师啊 关系都不是很大 除了一些公差的问题啊 前两年房 对房地产紧喷 真的是非常火热的房市 到处都抢不到工人 我们前前后后 其实是换了两组设计 跟施工的团队 再加上我当时又是在怀孕 加身第二个宝宝 所以其实我们家 很多的一些装潢的问题 并不是某一个设计师 或者某一个师傅造成的 跟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 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跟大家这边 悄悄地交代一下 再就是这个玻璃扶手 原本这个呢 我们装的是那种无边框的 极简风美术馆质感 但是呢 它那个边边是给我磨那种 消先的 整个就是凶器 直接把我侄子手割破去急诊了 所以后来没办法 只能加装了这个白色的铝条 再就是这个玻璃 超绿的优白玻璃 可能大家对白有什么 不同的理解吧 说到对白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东西真的是在我们家一楼 表现极致 这样看可能不太清楚了 但我每天真实的坐在我们家沙发上 一眼望过去 真的是可以体会各种五颜六色的白 所以在装潢的时候啊 如果大家遇到各种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面材 大家都说是白的时候 记得问一句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色卡一定要往死里堆 室内光户外光 里里外外一定要对个清楚 除非你是那种设计过的色差 比如说你希望有一个对比 要不然白色一定要是那种完全一致 尽可能一致的 才会表现出那种白色的柔美 再就是窗户的问题啦 我们这个房子呢 是十六七年的房子 所有的窗户呢 窗框是比较厚的 玻璃呢也比较绿 但是我们只是没有更换的 因为毕竟这个窗户 连着房屋的原始结构 我们觉得换起来 好像有点太大洞干戈 没想到住进来之后啊 真的一整个光超级绿 这不是绿迹 这是每条光的原色 这个钱绝对不能省 对 尤其是像我这样 对光线色彩很敏感的人 再一个就是因为采光 我们很多的窗户是舍不得封的 但实际入住之后 觉得这样的窗户 很破坏墙面的整体性 所以以后或许会换成 一整片玻璃 或者想其他办法再调整看看 像我们整个一楼啊 都只用了这个纱帘 因为当时觉得说 一楼嘛又没有遮光的需求 只要保证隐私用纱帘就可以了 结果呢白天的时候呢 想看电视就会看不清楚 所以大家条件允许的话 每一个窗户遮光连加纱帘都要装 不然其实为了要加装轨道很麻烦 因为每一个轨道需要的空间什么的就都不一样 接下来呢就是管道未到的问题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毛胚嘛 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闻到那个管道的味道 但是呢设计师跟工班都说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从来没有人住过 我们只要装完 然后住进来就会好了 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没有去管这一些 结果呢一楼这个空间现在就是时不时的 还是会飘出一些管道的味道 这个柜子后面也会透出味道 对因为这个柜子后面 它其实本来也是一个管道间 而且这个位子啊 它是蒸烤炉 每次在用蒸烤炉的时候 那个味道也会时不时的透出来 但是呢如果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要把整个天花板全部都拆掉 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 我们也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和我分享 所以呢大家在装潢的时候 记得闻一下家里有没有味道 装潢前就有的味道 一般来讲装潢后它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可以处理的时候抓紧处理 不然等到放条款那就真的很麻烦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会很麻烦 大家在聊到装潢后悔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聊到开关插座太少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我们在第一次装潢的时候 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后悔 在第二次装潢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聪明了 我提前把我们的使用习惯都记录在一张表格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呢即便是这样我也遇到了一堆的问题 上次和大家分享过我们家是全屋智能嘛 但是呢偏偏有几个开关它是漏网之鱼 本来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反正就是几个开关嘛 没有装智能就用手关一关就好了 但是结果就是发现整个空间它智能了之后呢 人类就会退化掉关灯的这个习惯 没有装智能开关的那几个空间啊 它一直都是亮着的 然后我每天都会生气吐槽的就是这些公插 你看这些歪歪扭扭的真的是逼死强迫症 所以大家找公班一定要亲自盯死死盯 然后呢就是安装位置很迷惑 比如说这个插座 我只要打开这个柜门就会盖住这个插座 那没有插东西还好啊 如果插一个插头在上面啊 它是肯定会卡住的 更迷惑更离谱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它本来是一个开关 我只要打开柜门呢 这个灯就会自动关掉 所以呢当时我就赶紧请公班师傅 把这个开关换成插座 也算是挽救了一点点 插座这个坑真的是不管你装潢几次 都是一个非常难绕过的坑 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在装潢开始前 就把你使用的习惯记录下来 在哪里我要做什么 用什么电器都把它写下来 最好预留一些未来要使用的 不要现在 对对对 比如说未来你会生小孩 那小孩会用哪些电器啊 在什么位置都要把它想清楚 尤其是床头柜 或者沙发边上那种小边机的那种位置 很多人都有这个概念 在那个位置要放插座 因为可能要插我们的什么充电器啊 这些东西 结果呢装是装了 买来床头柜或者小茶几往那里一摆 刚好正正好好的挡住插座 这一类小茶几或者床头柜旁边的这个插座呢 高度就是要抓一下 另外一个关于插座的小心得呢 就是先去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那些 不是本地买的产品 比如说欧洲的产品 像我这个离子夹就是 你看这个头是圆圆的 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插座是不匹配的 所以每次在用的时候呢 我就要用那个转接插头 这样真的是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 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去装那种 既可以使用台湾那种扁插头 又可以使用这种欧洲的圆形插头的那种插座 我前一阵子才买了 还没装 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是长这样子的 看得见吗 还有一个就是插座的颜色 可以跟着这些墙面颜色去匹配 比如说深色的墙壁 我们就用深色的插座 这样呢整体的设计的色系也会更统一一些 接下来是很多人期待的浴室壁垒 上次呢和大家分享过我们家管具出错的这个大雷 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细节 我也不是特别的满意 首先说一说这个灯光 灯光这个呢也不算踩大坑 但是我觉得以我来讲 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 比如说现在我在的这个位置 洗漱化妆的一个空间 像我头顶上就有一颗灯 正正好好是在我人站立的这个位置 在洗漱化妆的时候 我刚好头顶上就顶着一颗灯 死亡大点光打在我脸上 告诉设计师 灯的位置我们装在水槽对上去的位置 这样子呢我们在平时洗漱或者化妆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灯光是在脸的前面 照起来脸就会比较漂亮 然后带你们看这个淋浴间里面 我觉得灯光也是有很多的bug 我现在头顶上正正好好的有一颗光直冲我的脑门 我每次在洗头洗澡的时候呢 头一抬起来 那个光就是直接撒在我的眼睛上 我的眼睛就会睁不开 所以很建议大家在规划这个位置的灯光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灯光尽可能的移到你淋浴房靠后的位置 或是像我们上一个家用间接光 对间接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顺便把这个淋浴门的这个大问题啊 也讲一讲 一整个从头风到尾 就是那种桑拿房的规格 像我们家是有小朋友的 小朋友在里面一尖叫一哭 真的是耳膜会爆裂 我们的四合衣呢又是装在外面的 抽风也好 烘干也好 吹凉气也好 它都没有办法吹到里面 但是有人可能这时候就会讲了 那你把那个四合衣装在里面就好了 这也是个大忌哦 大家千万不要把四合衣装在你 正正好好的淋浴的位置 因为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 身上是湿润的嘛 你再吹一个风即便那个风是热风 体感上也是凉的 所以记得四合衣要装在你淋浴房的外面 好我现在是坐在我们家的马桶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桶前通常大家不是也会装一颗灯吗 很多人呢就会直接装在你的头顶上 这样子你很多时候在看书 看的是那个倒影在你的书上 当然了上厕所看书也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不过就是会有这个需求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装灯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坐一下 坐下来这个灯我们对在膝盖上 这样子不论是你看书啊滑手机啊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光源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卫生纸的位置 设计师呢通常会建议说把这些卫生纸的盒子 放在这个位置就后面 然后会告诉你说这样走进来的时候不会撞来撞去 比较不影响动线 但是很建议大家可以现场的去感受一下 因为其实也不是每一个洗手间都这么的窄 假如它并没有影响到动线的话呢 我是很建议大家可以装在这个手边的位置 要不然其实你每次都是这样往后转 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些老人家你让他上个厕所还往后抽纸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再加上像现在很多人家里都会装这个wash lid 都会有这个遥控器 如果你这个遥控器也是装在后面 按来按去就是会很麻烦 所以这一类东西遥控器啊卫生纸啊都要装在自己顺手的位置 当然了如果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的经济非常的压缩的话 那装在这里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记得装在这种比较方便的地方 我们家的衣柜里还有一些做死的层板 这也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东西 不要看多了这几块做死的层板 少了这些灵活机动呢就会少了很多有可能可以使用到的收纳空间 你想一想我们买房子一瓶花了多少钱 就会觉得少掉那一些收纳空间真的是很可惜 然后我们的衣柜假如是定制的话呢 尺寸就一定要交代 像我们家就是比较习惯使用IKEA的收纳盒收纳袋 师傅在做的时候尺寸哪怕少了一两公分 我们的收纳盒收纳袋就整个就不能使用了 衣柜这个东西假如是可以直接购买大品牌的 就没有必要用定制的 因为大品牌的东西不但更环保更便捷 而且有的时候还更便宜 你在买的时候呢还可以一并购入他们配套的这些收纳的产品 如果担心美观的问题呢 可以等衣柜装完之后再请木工师傅来在上面做封板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这种推拉门的门把 这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所以当时设计师叫我选的时候呢 我也就是觉得它看起来很简洁还蛮可爱的 我就觉得说OK 结果我真的入住之后发现它真的好细好窄 每次开弯我都会被夹到手 这类东西除了要好看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亲手来试试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门的开关方向 我们家有几个地方真的是蛮迷惑的 比如说像这个勤房的门 你看啊我把它打开 厕所里面的人就出不来了 再比如衣帽间的这个小柜子 门打开就直接撞在梁上 这些问题呢虽然可以在日后的使用中 你说我让一下或者使用一些防撞贴去解决 但是入住之后呢 真的会让整个使用感都大打折扣 再一个就是墙面加固的问题 我也是觉得蛮后悔的 就是没有提前规划好 哪里要锁什么东西 或者锁性所有的墙面都去做一个加固 要不然呢就是后续如果要锁东西的话呢 就会变得这里不能锁那里不能锁 就像我们这个洗衣房的这个墙面 我原本呢是想要在法朗板上面再装一个层板架 但结果这个墙 当时设计师就跟我讲说不能随便锁锁的话 它会一整个墙塌下来 就蛮后悔的 这个法朗板做我们自己贴 对法朗板是自己贴的 蛮好用的 推荐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聊别的你们都不爱看 你看这个数据对比这么的惨烈 为什么啊 房子系列好看 其他系列也很好看呢 就算你不爱看 你也可以传给你的家人朋友看嘛 好来开个玩笑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集呢 是因为即便我们已经经历过三次装潢 依然会踩很多的雷 所以装潢就是这么累 想要问题少就要勤往现场跑 要多多和设计师或者工班师傅沟通 有问题就现在立刻马上解决 在当下都还来得及 好了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点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去这个planet list 看我们家更多装潢的影片 我是安娜 我们下周四在这里再见啦 拜拜 因为他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以为这是你 我以为这是你的脚 是麦克风 我去摸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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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